昨日你汤风暴雪,来一刀刷一杯 一会儿来啊,今日你给下江南 你上哪儿去了?你上哪儿跟我出来? 众所周知,德云社大实话是张文顺老先生为德云社创作的摄歌 在每一次演出完成之后,作为保留节目出现 自从张文顺老先生过去之后,老郭再也没有唱过完成版的大实话 而在今年风香演出中,老郭将大实话进行了更新 这首改编版的大实话一出来,与老师的陪伴 郭麒麟的隐忍,岳云鹏的坚持,都得到了释怀 改编唱词于老师排在首位,这也看出了于老师在老郭心中的地位 虽然于谦老师没有德云社的股份,但二十几年的风雨同舟 也让两人有了深厚的感情 老郭曾说过,谦歌是大富大贵的体制内演员 却跟着流落潦倒民间的自己私奔 且坚持多年,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 相声界风风雨雨,郭德纲对天对的对空气 却从未跟于谦有过矛盾 如今更是将于谦老师改编进了大实话 于谦这么多年的陪伴也得到了回报 季风静草显忠臣,忠孝二字河南人 老郭改编大实话的这两句话 让月云鹏感动落泪 从现场来看,老郭事先并没有通知月云鹏 给了月云鹏很大的惊喜 从一个岌岌无名的小保安 到如今的德云社一哥月云鹏的成名之路 可以说是非常的艰辛 特别是德云社黑八月风波 月云鹏临危受命,扛起德云社的大旗 从一个人人嫌弃的小演员 变成了建盟的小月月 虽然火了,但月云鹏却没有离开德云社 还表示要跟德云社签下终身的合同 所以才有了如今的疾风镜草显忠臣 如今的月云鹏更是几次上春晚 成为了德云社的活招牌 老郭将月云鹏写进了大实话 月云鹏这些年的忠臣也得到了回报 说郭麒麟请 那必须得请 没有牙刷,没有毛巾啊 但但愿我的儿一帆风顺啊 天打雷匹那些造谣的人 但但愿我儿一帆风顺 道出了老郭的心里话 如今郭麒麟在外拍戏非常的辛苦 每次老郭相见儿子都非常的困难 特别是今年早年 郭麒麟的采访 被许多小黑粉恶意的放大 老郭也是再次的辟谣 父子不和的传闻 特别是没有牙刷毛巾的事情 老郭也不是第一次杂卦了 郭麒麟也是没开二度地亲吻了父亲 父子二人联手力破不合的谣言 有关两个儿子继承的问题 也在跨年专场上得到了老郭的回应 德云社以后就是郭麒麟的 有了这一句话 谁还敢说老郭偏心 此次大实话的改编 给观众带来了不少的惊喜 同时也有不少网友表示 老郭终于完成了张老先生的最后遗愿 所以才将大实话进行了改编 自从张文顺老师先过去之后 德云社再也没有了完整的大实话 而张文顺老先生前两个遗愿已经完成 如今只剩下将相声行业发扬光大 在今年 德云社正式地走向了辉煌 老郭也迎来了百万雄师登彩佳画 从去年的三月份之后 德云社的每个月的商演都没有少于三十场 跨年专场更是十阁城市同时跨年 将相声真正的发扬广大